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没事不要当黑粉 这位痴迷奇幻小说的美女,壮若疯癫地在小说评论框里疯狂写差评 正兴奋之时,突然发现文字动了起来,冲出屏幕把它载入小说世界 在美好的星期六,女生阿妙意外发现,喜欢的作家福州发布了作品《捉腰》的更新 她像往常一样戴上耳机沉浸在福州描写的小说情节中 可越听下去,越觉得剧情苟写,离谱,与福州的风格完全不搭 俗话说得好,粉转黑比黑粉更恐怖 阿妙在评论区给福州留言,控诉她本身写奇幻小说出身 这次却披着奇幻的噱头写起爱情小说,关键是感情线也没写明白 她刚写下一长串差评,评论框里的文字像波浪般动了起来 接着窜出电脑屏幕,将阿妙整个包裹起来,一同吸进了电脑中 没多久,阿妙从古代房间醒来 婢女小婉走入房中,提醒她及时就要到了,需要换上喜服 阿妙记得小婉的名字,是捉腰疏离恶毒女配鲤鱼的贴身丫鬟 阿妙急忙询问丫鬟自己的身份 丫鬟以为面前的小姐被妖怪附体,吓得想逃走 一瞬间,除阿妙以外的事物全部禁止了 一道声音传来,与身为宿主的阿妙打招呼 告知她进入了以捉腰为蓝本的平行世界 从现在开始,她是郡守千金鲤鱼 阿妙必须完成主线和暗线任务 参与消灭大妖怨女,并活到最后 这样才能回到现实世界 在此之前,阿妙需要完成新手教学任务 首先,她要和捉腰民事柳福依成亲入洞房 系统传达完规则 游戏世界里的人与物又恢复了正常 阿妙拒绝在游戏世界与陌生男人成亲 从房间中逃离,刚到门外 被一道闪电送上西天 游戏又重新加载 阿妙再次被扔回房间 婢女也按照剧情送上喜福 阿妙无视婢女,小心地来到屋外试探 听到雷声,她想回屋 无奈为时已晚 被劈死的阿妙又回到屋里 经历过两次死亡 阿妙算是学乖了 画上喜福 在房间里等待小说男主柳福依的到来 今晚两人假成亲 为的是抓住谋害多位新郎的敬腰 做戏做全套 二人需要喝交杯酒 阿妙没有丝毫羞涩 可以说极为主动 勾着柳福依的手腕走一个 她只想赶紧完成任务回家 正喝着阿妙背后出现一面镜子 静腰蛊惑着柳福依 让她走到自己的镜子前 从镜内伸出一只手 想把她拉进镜中 柳福依握住静腰手的瞬间 将她拉出镜子 静腰见中镜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同一时刻 系统恭喜阿妙完成了新手教学的第一个任务 阿妙猛然想起 在小说里 恶毒女佩鲫鱼 极度女主沐瑶和柳福依在一起 故意撕了沐瑶门上的符咒 阿妙有不好的预感 让柳福依赶紧去救女主 静腰先一步到达沐瑶的房间 沐瑶有所察觉 提前做好防御 没有被静腰伤到 柳福依和阿妙前后脚赶来 静腰选择不正面攻击 在几人不备时 出现在阿妙和沐瑶身后 将二人拉入镜中 柳福依拽住沐瑶 一同进入镜中世界 静腰说起自己杀害新郎的缘由 她曾有自己的主人 主人持心挫付 遇到另取他人的负心汉 绝望的主人 最后没能走出情伤 静腰感慨 天下女子一旦动情 便会落得悲惨的下场 她这才替天行道 惩罚男人们 静腰以阿妙的生命相威胁 命令沐瑶二人放下法器 没有法器的他们无法与静腰抗争 这时 沐瑶的地点 小说中腹黑病交的男二沐生闯入结界 她大刀一挥 破除了静腰的法界 静腰身受重伤 柳福依将她收入收腰塔中立节度化 阿妙注意到旁边的沐生 按照小说剧情 沐生与鲫鱼成亲 只是为了报复 成亲后 她对鲫鱼百般羞辱 还下了情谷 让她不得对外人诉说自己的苦楚 活得生不如死 其实沐生不是沐瑶的亲弟弟 只是沐家的养子 她身为护解狂魔 对沐瑶喜欢的柳福依充满了敌意 也对提前知晓 沐瑶有危险的阿妙充满怀疑 柳福依倒横不浅 在沐瑶的门上设下符咒 能防止妖物靠近 被妖物撕毁更是不可能的事 除非有人故意破坏 想加害沐瑶 沐生注意到门环上有一根头发 估计是使坏之人不小心留下 她猜得没错 的确是淋鱼留下的 沐生比赵府中下人的头发 都不是她要找的人 待茶的范围也在逐渐缩小 直到她看见阿妙正在运动 便上前查看 来到游戏世界后 阿妙感觉自己的身体素质差了不少 平日里吃饭也以素菜为主 主食就那么一点点 阿妙可守不住淋鱼的饮食习惯 她要多吃碳水脑袋才能转过弯 光饮食上调节还不够 运动量也要跟上 她命人做了两根跳绳 带着在游戏里的爹一起运动 爹被折磨得筋疲力尽 见沐生前来 把陪阿妙的任务交给她后 脚底抹油逃离现场 沐生靠近阿妙 拽下她的头发 对比后发现 与门环上的头发不一致 阿妙心里暗爽 她早就看见沐生在寻找头发主人 便吩咐婢女准备桃米水 椰子油 鸡蛋清等一切材料 自制发膜 打造出与圆头发不同的发质 头发是过关了 沐生转而又问起阿妙的另一个婢女 阿妙记起来了 在小说里 另一个婢女画意 因为被柳福依问了几个问题 热来淋鱼的不愿 把她许配给了一个瘸腿的酒鬼 画意不愿嫁人选择跳紧 出嫁日期正好是今日 阿妙急忙向井边跑去 一步留神扮倒了扇药架 整个人飞出去 一旁忙碌的沐生伸出手 阿妙误以为她要给自己来的公主抱 谁知沐生闪开身子 阿妙结实地掉在地上 阿妙急着救人不与她理论 沐生好奇她为何急急忙忙 用法术提前到达阿妙的目的地 就下了打算投井的话意 阿妙稍后赶来取消让她嫁人的决定 画意磕头谢恩 表示自己再也不会跟柳福依多说一句话 一旁的沐生看出端倪 才出示阿妙看不惯画意和柳福依说话 才逼得人家寻死 这样看来 她很有可能撕掉符咒 让沐瑶陷入危险境地 阿妙打死不承认 勉强唬了过去 也算帮恶毒的淋鱼善后老 紧接着第二个新手教学任务到来 阿妙需要换掉沐瑶的疗伤药 拖延柳福依一行人离开府里的时间 阿妙想起书里的内容 鲫鱼下药后 沐生猜到是鲫鱼洞的手脚 为了报复 她揭穿了俊手 也就是鲫鱼父亲贪污一身 导致除了鲫鱼之外的所有家人被满门抄斩 阿妙想到一个好办法 她把沐瑶的药换成自己的补药 既不会伤害到沐瑶 也能完成系统任务 谁知沐生正在沐瑶房里 见沐瑶喝完药后身体感到不顺 二话不说解决了阿妙 任务失败 阿妙回到了厨房 再次给沐瑶送药 与前一字一样 沐瑶身体不顺 阿妙被杀 再次回到了厨房 阿妙翻遍医书 特地给沐瑶准备了一锅治疗肚子疼的药 阿妙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 躲得老远看沐瑶喝药 可这次依然没逃过被杀的命运 来来回回十几次 阿妙翻阅无数医书 就快成为神医了 依然无法完成闯关 她猜测沐瑶是急性过敏反应 但试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哪味药导致沐瑶过敏 既然药不行 阿妙索性送上一碗水 这样总不会踩雷了吧 阿妙刚以为成功完成任务 然而沐瑶再次感到不舒服 这次被送走后 阿妙终于明白自己失败的原因 她只思考了沐瑶对药物过敏 没想过她也许对熬药的砂锅 和右面上的重金属过敏 阿妙重新换了锅 给沐瑶送上药 总算顺利过了新手教学第二关 抛开原著小说的设定 阿妙本人还是挺喜欢沐瑶 而她率真活泼的性格 也博得了沐瑶的好感 两人以姐妹相称 在房间里有说有笑 传出阵阵欢笑声 沐瑶很少听到阿姐爽朗的笑声 怀疑阿妙给沐瑶下骨 见沐瑶对自己态度不好 阿妙放大招 大喊沐瑶欺负自己 沐瑶闻声而来 阿妙靠在她怀里装哭 沐瑶批评弟弟 命令她道歉 有了沐瑶撑腰 沐瑶被阿妙使唤 在旁拨水果 阿妙心里爽得不得了 还想好好捉弄沐瑶一番 她一时乐极生悲 扭到了肩颈 论按摩手法 沐瑶可有绝招 她迅速移动到阿妙身后 大力为阿妙按摩 阿妙疼得不行 跪求沐瑶原谅自己 下一秒 她注意到地上亮晶晶的东西 吓得扑进沐瑶的怀抱 沐瑶介绍那是最低等的沉妖 因为几乎没有法力 没人把她们放在眼里 说到妖 沐瑶提起灭她家门的大妖怨女 曾经怨女被沐家封印 七年前 怨女横空出世 血洗沐家后再次销声匿迹 沐瑶发誓 不论付出任何代价 她都要消灭怨女 一转眼来到晚上 阿妙正准备睡觉 接到了第三个新手任务 去往沐瑶的房间 毁掉她正在修复的传家秘宝 百妖山海图 这个宝物能显示百妖的行迹 在数十年前已经被损坏 沐瑶带着宝物行走四方 收集各地灵器修复宝物 想有朝一日凭借宝物寻找销声匿迹的怨女 在小说里 沐生怀疑柳福一接近沐瑶是为了夺走宝物 这句话被林渝偷听到 既然柳福一有可能为了宝物接近沐瑶 那她便把宝物毁了 不给两人在一起的机会 阿妙只觉得剧情降致 有法力的捉妖师竟被身为凡人的林渝 一次次使坏成功 吐槽归吐槽 阿妙还是穿好鞋子来到沐瑶的房外 沐瑶姐弟俩正在聊天 沐瑶单纯善良 从没怀疑过柳福一和阿妙对自己的居心 听到沐瑶相信自己的发言 阿妙指添大骂 她不玩了 这个恶毒女配谁愿意做谁做 话音刚落 从遥远的外太空落下一颗巨大雨时 直直砸在了阿妙的身上 阿妙领教了与系统对着干的后果 端正态度 认真完成任务 她跑到沐瑶的房门口 姐弟俩刚结束对话 沐瑶为姐姐制作了一张安神符 让沐瑶能睡个好觉 待沐瑶离开 沐瑶在符咒的作用下沉沉睡去 阿妙溜进房内烧毁了百妖山海图 但她突然反悔 用脚踩灭火焰 最后直抢救下来一小块 她拿着碎片离开 被沐瑶逮个正着 当场被送上西天 这次阿妙长了心眼 把碎片藏在胸前的衣服里 没色号露出一个角 阿妙再次任务失败 阿妙吸取经验 再重来 把碎片藏得好好的 沐瑶虽然没发现端倪 但总怀疑阿妙会使坏 不如杀老 阿妙彻底被激怒 她先发制人 冲到沐瑶面前 趁沐瑶抬起手要杀自己时 她主动与沐瑶食指紧扣 解释自己形式鬼祟是因为喜欢沐瑶 时时刻刻都在观察她 喜欢的无法自拔 沐瑶有点不知所措 抽出手转身离开 阿妙逃过一劫 成功完成了全部新手任务 第二天 为了弥补自己的愧疚感 阿妙选了一只上好的发钗 想要送给沐瑶 沐瑶的房间里 三人正在讨论是谁烧毁了百妖山海图 柳福一根据残留的宝物碎片 找到了被阿妙扔到池塘的残片 沐瑶早就怀疑柳福一 她拿出焚心咒 只要贴上此咒 片刻间便会招供 她打了个样 发誓自己没有破坏宝物 希望柳福一和阿妙也能照做 沐瑶发话 她一时忘记了 自己昨晚丙烛 夜读百妖山海图 不小心把宝物烧毁 还把一脚扔入池塘 有了沐瑶发话 这件事到此为止 众人散去后 柳福一放飞一只传信纸贺 让她告知师父 百妖山海图一会儿 她的任务已经完成 姐弟俩私下说起此事 其实沐瑶心里有了答案 近期柳福一在闭关 也不知道山海图在她身上 不可能毁掉宝物 林渔跟山海图又没交集 没理由对宝物下手 只有沐生嫌疑最大 她向来反对姐姐追寻 愿女报灭门之仇 烧毁山海图 沐瑶就不用以身涉险 沐瑶情绪上来 不顾弟弟的解释 说出商人的话 两人不是亲姐弟 沐生断然不会将她父母的死放在心上 姐弟俩吵架时 良心不安的阿妙赶来 想坦白宝物被自己锁毁 她刚推门而入 系统提醒她 新手保护期已过 宿主一旦在剧情中死亡 便无法回到现实世界 阿妙秒怂关门出去 这时系统更新了暗线任务 在击杀大妖院女前 阿妙需要让沐生爱上自己 对她的好感度要达到100% 当下的好感度为负200 为了挽回好感度 阿妙开始行动 为沐生端来安神的汤药 和赏心悦目的花花 沐生本来就在气头上 锅造的阿妙让她倍感烦躁 暴力的沐生变出武器 恨不得杀了阿妙 在她脖子上留下一道伤痕 一转头 阿妙去向沐瑶告状 大骂沐生就是暴躁的白眼狼 只会给沐瑶招灾惹祸 反正两人又不是亲姐弟 不如把麻烦精扔了 沐瑶反驳 血缘不代表任何 而沐生是她唯一的亲人 她如何都不会放弃家人 阿妙闻言 心满意足地来到转角处 刚才她故意略施小计 让沐生听到沐瑶的心声 阿妙自觉做了一件大事 沐生对她的好感度 怎么说都得增加吧 可陈妖们摆出答案 依然是负二百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阿妙让婢女们帮忙出谋划策 婢女很给力 想起妖月佳节要到了 善男性女会向媚女娘娘祈福 若是赢了灯会头彩 还能和心仪之人 放飞今年的第一盏童心灯 阿妙记的妹女 是小说里掌管姻缘的爱神 在小说里 是沐瑶和柳福依上台点灯 沐生嫉妒 施法毁坏了飞起灯 灯掉落在梁仓顶上 点燃了茅草导致火灾 众人忙着灭火时 发现梁仓里空空如也 淋渔的巨手父亲 贪污仪式被曝光 悲剧紧接着而来 阿妙想阻止灯会的进行 但这是每年的重要节日 不能仅凭她的三言两语就取消 既然如此 阿妙决定阻止沐瑶和柳福依上台点灯 这样沐生就不会发怒 她也能保住巨手 在现实世界中 阿妙很早就没了父亲 而巨手与她去世的父亲 长得一模一样 她别无所求 只希望这个世界的爹能好好活着 平平安安地陪在她身边 到了灯会当天 姐妹俩精心打扮了一番 互相夸赞着对方的美貌 你们两位今天打扮的都很吉祥喜庆 显然吉祥喜庆并不是夸奖的词 沐瑶无视直男的审美 拉着阿妙去逛灯会 跟在后面的沐生一肚子不爽 她感觉自己的姐姐被阿妙抢走了 把她视为情敌 对阿妙的好感度降为-250 阿妙不解 沐瑶只顾跟她玩耍 无暇顾及柳福依 为何沐生还是不开心 反而更讨厌自己 沐生气得不行 向柳福依发火 平时鲫鱼都是缠着她 怎么今天总拉着沐瑶 任谁都能看出沐生心情不好 欣喜的阿妙也想起问题所在 再次帮了沐生一把 她提醒沐瑶 不要忽略沐生 还询问姐弟俩 以前有没有逛过灯会 沐瑶回忆起年幼时姐弟俩一起逛灯会 不小心走散了 家里的长辈很生气 打骂了沐生一顿 沐瑶很自责 向弟弟保证 等她伤好了 再带她好好逛一次灯会 沐瑶想起了自己的承诺 带着沐生喜欢的灯来到她身旁 还递上特地为她买的美食 一直垮脸的沐生 这才露出笑容 到了宣布点灯人选的时刻 阿妙在俊首帝的帮助下 成为内定人选 俊首物以为阿妙喜欢柳福依 为了撮合两人 内定阿妙上台点灯 俊首本以为阿妙会选择柳福依 可她想和沐瑶一起 沐生一个眼神刀过来 阿妙立马改了口风 拉着其余三人一起上台 沐生在阿妙身后 说起她提醒沐瑶 想起姐弟俩小时候走失的事 姐姐还说 阿妙善解人意 几次三番让她来陪沐生 但沐生不领情 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让阿妙不要多管闲事 阿妙是觉得 每个人都沉浸在过节的 欢乐气氛中 只有沐生摆着一张脸 而且她笑起来 比哭丧着脸好看多了 一句话让沐生的心被触动 说完几人一起点灯 许愿 阿妙希望天下有情有义之人 都能平平安安 这也是普通人最大的心愿 沐生被感染 对着天空施法 但她并不是使坏 而是让天灯在空中拼出平安二字 同时 系统提醒阿妙 沐生对她的好感度大大提高 已经升至零 但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粮仓着火 阿妙急着去找爹 她想冲入火海 被沐生一把拉回来 她求沐生救救爹 千万不能被发现 粮仓和库房是空的 沐生让她看清楚 所有的地方都被装得满满当当 火被扑灭后 她第一时间来到爹身边 想知道粮仓和库房为何会被填满 俊手解释她可不是贪官 早年 林芸的祖父挣下万贯家财 不幸被京城的赵太妃盯上 全部偷偷上供给她 所以粮仓和库房才空空如也 上次阿妙说希望爹平平安安 俊手深受感动 她想满足女儿的愿望 便用全部家当去填满上供的亏空 这才躲过一劫 看着被救下的金银和粮食 照太妃派来的使者一脸纳闷 小粒们轻点库房的银两 露出钱财的一瞬间 使者手中的盒子震动起来 一只金蝉厨跳了出来 金蝉厨一蹦一跳地来到库房 体积变大数倍 张开大嘴膝走了钱财 金蝉厨以金银为生 吃饱了又跳到街上 一个小女孩挡住她的去路 蝉厨注意到她头上的金钗 正要吸走 恐惧的小女孩埋头 无眼 抬起了手中拿着食物 蝉厨的动作顿住 一脸好奇地看着人类食物 蝉厨不吃人类的食物 阿妙索性拿走陌生怀中的食物 扔到蝉厨口中 蝉厨出现反胃的症状 大嘴一张 把刚才吃的所有金银如树吐出 柳福一上前 把蝉厨吸入受邀塔中 接下来 几人问责带着金蝉而来的食者 郡守坦白 食者是太妃的密室 每年密室都会带着金蝉来 吸走库里的金银 偷偷运到京城 通过这次 郡守与太妃划清界限 放话以后不再上供 密室自知 圈养怪物是重罪 也不敢再与几人争辩 郡守把所有积蓄用来填满亏空 没有多余的家产 支付下人的工钱 只能把所有家仆疏散 阿妙不怕过苦日子 还亲自上场 传授郡守如何正确砍价 装作闲价高转身就走 店主想卖产品 必定愿意便宜 不然就是对折砍价法 店主要是不愿意 再一点点网上加价 除了砍价 还要会精挑细选 有些食物的确价格昂贵 这就要挑选营养价值差不多 但价格差之十万八千里的平替 还有在一天中 店家会在晚上来一波大甩卖 有些食物在黄昏时购买 能节省不少钱 回到府中 阿妙亲自下厨为郡守做菜 看着爹吃得津津有味 阿妙把自己在现实世界的经历 以一个梦的形式告诉郡守 他称在梦里的世界没有妖怪 他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 某天他替被欺负的同学出头 被老师叫家长 父亲正要去学校 见阿妙迎面走来 跑到街边的奶茶店买了饮品 拎着奶茶急急忙忙去追阿妙 被行驶的车辆撞倒在地 失去了生命 牧生躲在拐角处 听着阿妙描述自己梦到的另一个世界 等父女俩用膳结束 牧生想打探另一个世界的事 阿妙搭马虎也说起其他 既然姬同鸭讲 牧生建议二人手谈一局 阿妙不会下围棋 对吴子棋有些见解 便教牧生玩自己的强项 谁输了就要被弹脑刮崩 连续多局 牧生既不如人 接受来自阿妙的惩罚 直到额头被弹红 系统检测到牧生对阿妙的好感度 降为-25 阿妙急忙结束游戏 让牧生回去休息 牧生问起阿妙在另一个世界的名字 他如实告知 就当阿妙是他的小名好了 接着又问起牧生的小名 牧生没有小名 只有婊字字子欺 刺着牧瑶一行人 收拾好包袱 离开郡守府 六福一本打算先行离开 正准备上路 师父传来口信 让他继续留在牧瑶身边 三人结伴前行 阿妙追上牧瑶等人 请求与他们一同捉腰 见阿妙如此迫切 六福一和牧生都帮他说好话 牧瑶被说动 同意带着阿妙一起 巨守舍不得女儿 但又不能把女儿束缚在身边 只能含泪送阿妙城上离开的大船 这时管家带来好消息 阿妙走之前 建议父亲买下南边荒山上的 媚女娘娘庙 还拿出自己偷藏的昂贵发钗 让爹当了买地 巨守照做买下了庙 谁知在地基里挖出大量金矿 巨守还没破产几天 又一跃成为江南首富 这就是阿妙送给爹的礼物 在船上 牧生戳穿 使阿妙烧了百腰山海图 山海图是珍贵的法器 要不是牧生在暗处施法 凡人阿妙不可能烧毁宝物 牧生只是在旁帮忙 不是罪魁祸首 所以才能淡定应对焚心咒 他做这一切的初衷 是想保护姐姐 不希望姐姐在没有万全之策的情况下去对付怨女 他不明白阿妙烧毁山海图的动机 因此才同意带阿妙上路 找到她的破绽 撕开她的伪装 按照小说的走向 主角团接下来要去圣经 木瑶有些顾虑 圣经里的都是些厉害的妖怪 阿妙是烦人肉身 很容易陷入危险 阿妙撒娇卖萌 要跟主角团一起 木瑶思考后 决定在客栈逗留几日 教阿妙一些法术 木瑶主动接下任务 教授阿妙法术炸火花 阿妙在院子里勤家练习 却被水妖王抓走 木瑶感觉到有妖气 来到院子里 与显形的水妖王打在一起 水妖王自知不是捉妖师 木瑶的对手 与他商量分给自己一点血 木瑶不与妖怪商谈 继续发起攻击 水妖王剑百贯 拉出阿妙抵挡攻击 木瑶和阿妙交换了眼色 随着木瑶扔出武器的一瞬间 阿妙蹲下身 水妖王转而攻向阿妙 木瑶维护阿妙 胳膊被划伤 水妖王如愿得到木瑶的血液 感受着血液带来的爽感 但他察觉到不对劲 其中有妖血的味道 他点破木瑶是妖 阿妙看过书 知晓木瑶是半妖 但这个秘密是在小说后期被公开 现在被提及着实有点早 水妖王话音刚落 木瑶的声音传来 木瑶不想姐姐知道自己的身份 利用反血服来到倒影之狱 水妖王惊喜 自己抓住了木瑶的把柄 把木瑶成为同类 木瑶一再强调自己不是妖 与水妖王大打出手 在倒影之狱里 捉妖师的法力会大不如前 木瑶也逐渐落了下风 被水妖王打得遍体鳞伤 水妖王想送木生上西天 木生使出全身气力 召唤自己的武器穿过水妖王的身体 木生身受重伤 放出一颗珠子吸取自己的血液 他拿出一张符咒 嘱咐阿妙带着含有自己血液的珠子 离开这里 再交给木瑶 阿妙撕毁了符咒 愿与木生同甘共苦 他哭着说自己很在乎木生的死活 不管他是人是妖自己都不在乎 看着哭泣的阿妙 木生让他拽掉自己的发带 阿妙触碰发带的一瞬间 他被巨大的力量震开 重重摔在地上 阿妙拖着疼痛的身体 一步步爬向木生再次拽住发带 忍受着冲击 发带脱落了一瞬间 在一团灰色的雾气中 木生变身白发妖怪 你不跑 晕倒的阿妙被木生带回客栈 阿妙醒来的第一件事 是扒开木生的衣服 检查他伤势如何 见他的身体完好如初 才放下心来 阿妙吃着木生肖的苹果 笑着感谢他 看着阿妙的笑容 木生心里产生异样的感觉 起身出了房间 系统提示阿妙 木生对他的好感度大幅度提升 阿妙看着高达85%的数值 开心得不得了 实际上有一粒尘妖 没有发出光芒 他点亮自己 显示数值为8.5% 两人对水妖王的是选择保密 慌称阿妙在练习法术时 失足落水 成功骗过了木窑和柳芙衣 晚上阿妙帮木生清洗 与水妖王打斗时 穿的衣服 上面有木窑缝补的痕迹 木生舍不得扔掉 才藏了起来 正好被阿妙发现 阿妙自制了肥脏 调皮的他 对着木生吹起泡泡 还嘱咐木生 以后少流血 因为血印比泥土难洗多了 木生注意到 阿妙发丝低下的水珠 伸手去接 不知情的阿妙 配合地把脸 放在他的手掌上 肢体接触的瞬间 木生逐渐靠近阿妙 好感度也在飞速增加 他将阿妙抱在怀中 在他背后贴上控身符 阿妙知晓他的秘密 他始终不放心 把对方留在身边 交代阿妙一路向西回家 等时间一到 符咒就会自动解开 第二天一早 被施法的阿妙背着行李 嘴里念念有词 他要回家 明明应该向西走 阿妙偏偏往东边去 意识到阿妙走错了方向 三人立马骑马追上 此刻阿妙进入竹林 掉入一个洞中 跌落了同时 背上的符咒也掉落下来 恢复意识的阿妙面前 出现一只小妖 名叫翠翠 翠翠是一只射恐妖怪 为防外人闯入 他对外放出竹林里 有吃人大妖的消息 虽知阿妙却闯入他家 阿妙问起脆脆的本体 他指指旁边的小竹笋 那就是他的本体 没说几句 沐生到来 翠翠躲进了本体中 吓得瑟瑟发抖 阿妙护在翠翠面前 阻止沐生伤害小妖 和他一起离开了陷阱 阿妙帮沐生打掩护 撒谎自己来竹林里 练习法术 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谁知不小心掉进了洞里 沐瑶闻言也不再追究 带着阿妙回了客栈 正好到饭点 阿妙饿了半天 大快朵仪 沐瑶地上一个秘橘 沐生拿过橘子 他记得阿妙只吃剥了皮的水果 他包好皮响放在阿妙手中 阿妙故意不接 要抱空身服一筹 可无心差流流成音 沐生对他的好感度不降反增 便为21% 阿妙觉得这招不错 开始故意无视沐生 还收下六服衣 为他准备了护身服 让好感度增至27% 私下里 沐生为阿妙制作了法器戒指 亲自将戒指戴在他的无名纸上 师徒俩来到院子里练习法术 阿妙注意到沐生的法器 捉妖饼 他记得水妖王说过 捉妖饼属于低等法器 看起来也有些陈旧 沐生却一直当成宝贝 这是沐瑶亲自为他做的法器 他这辈子都要好生保管 阿妙提出疑惑 沐生把姐姐看得无比重要 却从未考虑过自己的感受 每个人的存在都有自己的意义 沐生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 除了帮姐姐完成心愿 他想不出其他活着的理由 沐生太过执着 阿妙也不知如何开导他 索性放弃 拉着他看星星 沐生一口一个鳞鱼称呼阿妙 阿妙希望对方喊自己的真名 沐生不好意思地开了口 阿妙也回应他一句紫妻 气氛有些暧昧 沐生变出烟花 注视着阿妙的笑脸 在不经意间 他对阿妙的好感度变为35% 刺着两人再次外出练习法术 翠翠追了过来 想跟在阿妙身边 翠翠说明 自从沐生去过自己的洞穴 里面满是他的气息 确切地说是沐家人的气息 同类们之间有个传言 沐家人身上流着至阴之血 喝了就能修为大掌 所以同类们起具翠翠的洞穴 身为涉恐的他 每天生活在恐惧中 四人坐在一起讨论传言一事 沐妖猜到是院女到处煽动妖怪 想借刀杀人除掉沐家人 转天 阿妙收拾包袱离开 翠翠附身在水瓢上 祈求阿妙带着自己 如果他觉得自己没用 翠翠可以变成框或者扁蛋 翠翠想跟阿妙同行 去寻找被捉妖师抓走的爷爷 可沐妖有自己的原则 他叮嘱阿妙 妖性难测 要小心提防 不能对任何妖生出恋意之心 这句话被沐生听到 他完全能想到 姐姐知晓自己是妖后的反应 众人坐上马车出发 在半路上休息 阿妙去捡些柴火做饭用 沐生跟在他身后 拿走柳福衣 送他的护身符烧掉 又拿出自己亲手做的 其貌不扬护身符 还亲自帮阿妙挤在腰间 对于沐生做的护身符 大家的想法完全一致 沐生气得不行 只好把火气往心里咽 稍作休息后 四人到达一个小镇 一到镇上 一个叫豆芽的小女孩 偷了阿妙的钱 听说她家里有生病的母亲 善良的阿妙主动给了她些治病钱 路边的老伯带他们来到自家客栈 嘱咐几人千万不要进山 进去的人没一个能出来 还会给家人带来灾难 豆芽就是资深受害者 她父亲进山挖人参 自己没回来不说 豆芽娘的病也是日益严重 这些话都是老伯听郭天官说的 郭天官在镇里卖潦草版的护身符 一两银子一张 她的桌子上放着圣经侵天剑的腰牌 是权威的象征 也不怪村民对她深信不疑 心甘情愿交纸伤税 几人上前攀谈几句 郭天官再三强调 千万不要进山 她越这么说 木瑶等人更要进山一探究竟 查清其中有什么猫腻 当晚豆芽娘亲来找郭天官帮忙 称女儿进入了山里的迷途谷 郭天官也有苦衷 她能力有限无法进山谷救人 能做的就是施展望忧众 给周围看热闹的居民洗脑 豆芽只是出去玩了 并没有进入山中 几人看出郭天官有所隐瞒 她欲言又止 来回强调 进入山谷只有死路一条 郭天官死活不说 主角团便亲自来到山里寻找答案 他们来到迷途谷 四人一起走入迷雾中 谷内雾气大 视线模糊 没一会儿人就走散了 迷途谷能迷惑有执念的人 让其失去心智 阿妙的执念便是完成游戏 她看着面前显示游戏失败的字样 系统提示她将永远无法回到现实世界 阿妙的肉身已被迷惑 眼神呆滞地向前走 嘴里嘀咕着放我出去 这时阿妙头上的绿色发拆有了反应 原来翠翠一直跟着主角团 变身为一只竹钗 偷偷插在阿妙的头上 此刻阿妙走向前面的水球 翠翠现身想阻止她 可小孩子的力气不敌大人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进入水球中 慢慢没了动静 危急时刻 沐生给的护身香囊发挥了作用 释放出能量 震碎了水球 阿妙恢复了神志 观察到周围有无数水球 每个球里都封住了一个人 阿妙牵着翠翠急忙逃离阴森之地 没走几步遇到了同样失去意识的沐生 沐生的执念是自己的身份被沐瑶知晓 在她的梦境里 沐瑶看到了她变成妖怪的模样 斥责她骗了自己 说罢还烧毁了她的发带 沐生沉浸在梦中 不想被阿姐讨厌 阿妙上前阻止她走入水球中 最后两人一起进入了球中 在阿妙的呼唤中 沐生恢复了理智 使用法力击碎了水球 抱着阿妙降到平地上 沐生观察到四周的其他水球 看来这些平民中了水妖的心魔咒 被吞入了水球之中 阿妙和沐生已经会合 当务之急是找到沐瑶二人 翠翠愿意帮忙 她伸出两根触角 就像两根天线信号 在她的加持下 通讯浮有了反应 沐生顺利与姐姐通话 沐瑶正与柳福一在一起 想先回小镇落脚 简单说了几句话 耗费了翠翠不少灵力 她急需休息 再次变成竹差 被阿妙带在头上 两人也向出口走去 阿妙生怕跟沐生走散 紧紧牵着她的手 这一亲密接触 让沐生对她的好感度增至50% 两人露狱来找亲爹的豆芽 豆芽和翠翠都是孩子 孩子内心纯洁 没有欲望 躲过了水腰的蛊惑之树 豆芽不找的亲爹不罢休 沐生没辙 带着她来到水球聚集地 再逐个击破 从众人里找到了豆芽爹 豆芽爹已经没了心跳 但还有体温 阿妙对她进行心肺复苏 相比于手上的力量 她更需要电机器 阿妙戴上法器戒指 使出学会的法术 豆芽爹渐渐有了气息 沐生健壮 使出疗愈术 这才让豆芽爹捡回一条命 阿妙关心身旁的沐生 她听沐瑶说过 疗愈术会刺伤身体 在沐生耗费灵力之时 水腰后出现 阿妙召唤出睡得迷迷糊糊的翠翠 祝福她带着豆芽妇女离开 翠翠被水腰后吓到 拉着阿妙一同跑走 沐生留下对付妖怪 无奈不是水腰后的对手 被对方束缚住 开始吸食她的止阴之血 阿妙担心单打毒斗的沐生 返回刚才的地方 躲在树后扰乱水腰后吸血 妖后向阿妙发起攻击 此举激怒了沐生 她扯掉自己的发带 变身成腰 能力大涨的她将水腰后打倒在地 见识不妙 腰后走为上侧 阿妙从身后抱住沐生 不让她再追 以免被别人发现她妖怪的身份 沐生乖乖听话 蹲下身 任由阿妙帮她系上发带 变成了普通人的模样 阿妙蹲下身抱住沐生 安抚她没事了 但这次有些奇怪 阿妙触碰发带 竟然没有被伤到 发带似乎一直在保护沐生 只有感受到威胁时 才会充满攻击性 沐生也不知道发带从何而来 打她记事几开始 发带就常伴她左右 正说着 迷途骨震动起来 这事还要从郭天官说起 郭天官是京城的青天坚 接到赵太妃的命令 来此地诛杀藏在山里的大妖 以免山里再藏妖 郭天官还得到 可江山抹平的断山符 之后郭天官追寻一对 从未伤人的水妖 水妖逃至山谷中 郭天官想使用断山符 却发现山中有一片湖泊 一旦山被抹平 湖水势必会冲垮山下的小镇 郭天官无法劝居民们离开 只能请求昔日的师父出山帮忙 世门众人出发进入迷途谷 被水妖迷了心志 只有他师父一人逃出 将水妖封印在山谷之中 但法镇只能拦腰 无法阻止人类进入 为了不让村民送死 郭天官守在镇里 释放谣言 不让居民靠近迷途谷 至于他卖假符咒 是为买通同僚们帮他打掩护 不让迷途谷的事 传到赵泰菲尔中 近几年居民们 对郭天官的话深信不疑 也愿意离开 赖以生存的家乡 郭天官也毫无后顾之忧地 使用了断山符 不料撤离的居民被水妖王拦下 当年水妖王夫妻俩逃至山谷中 在师父的封印即将生效时 水妖后一掌将爱人推出了阵法 摔倒的他独自留在谷中 救出妖后的办法 就是修炼成等级高的大妖 于是水妖王抛弃善良的本性 蛊惑无辜之人进入山谷 供爱人息时修炼 妖王命令郭天官停止断山咒 不然他就拉着所有人陪葬 山中的震动家具 六福一使出法术 护柱正在坍塌的高山 豆芽妇女和翠翠来到了山谷口 但妖怪不能离开迷途谷 翠翠又被弹回谷里 翠翠是个重情义的小妖 既然出不去 她返回去寻找阿妙二人 翠翠走后 水妖后来到谷口 见她身受重伤 水妖王想为她抓来更多 供她修行的人类 妖后不愿她继续错下去 曾经的妖王宅心人后 若不是为了帮爱人增进法力 突破山谷的封印 根本不会去害人 妖后取出汇聚自己毕生功力的妖单 愿意助众人逆转山崩 唯一的条件是捉妖师放过水妖王 妖王不愿独活 闯入背下了法阵的山谷中 她后悔当年没能进入阵中 跟爱人厮守 让妖后孤单多年 话音刚落 妖后没了知觉 柳福一一直在施法阻止山崩塌 眼看她快支撑不住 急需和水妖达成合作 得到妖后的高阶内丹 郭天官纠结良久 终于愿意出手 她先在心中向设下法阵的师父道歉 然后使用破阵诀 清除了解界 没了法阵 水妖能够自行出入山谷 妖王也如约交出了妖后的高阶内丹 护住快要崩塌的山脉 翠翠也带着阿妙二人归队 郭天官说过 天下水妖结出弱水 死而不灭 还原则生 妖王打算试试 把妖后变成一颗水珠 握在掌心 开启了去往弱水之路 六福一有一颗善心 他觉得即便是妖 也有感恶向善的机会 不应该赶尽杀绝 说到这里 沐妖好奇 水妖后属于七阶大妖 就算是她 也只能跟妖后勉强一战 那沐生和阿妙是如何将她打成重伤 柳福一帮忙解围 称妖后身处阵中 发力会被大大减弱 阿妙顺着柳福一的话说 成功把沐妖糊弄过去 但柳福一看沐生的眼神复杂 在四下无人时 他拿出法器观看历史回放 看到了沐生变身妖的一幕 经历过这番后 阿妙发烧 晕倒在沐生怀中 沐生去买药 怀里的翠翠感知到同类的出现 是板兰根爷爷带着孙子来找吃的 见到猪妖师 板兰根荆急忙求饶 沐生灵机一动 不杀她可以 但她必须给自己带路 去山里寻找治疗风热的草药 板兰根爷爷照做 沐生把有用的草药精都带回了客栈 沐生从板兰根下手 想割下她的胡须和头发 为阿妙熬药 阿妙赶来阻止她应来 而是拉着她制作糖块 阿妙对人和妖一视同仁 她做不到抢别人的东西 听到阿妙这句话 沐生心里一暖 做好后 阿妙用糖块与草药精们交换 让他们心甘情愿交出药材 沐生屋交出一大块根须 成年人谁还没个脱发困扰 阿妙把一块糖塞入沐生口中 让她品尝两人的劳动成果 沐生田到了心里 对阿妙的好感度达到了55%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